找佛经 佛经在社会上没有流通 很辛苦 只有到寺庙里有藏经楼的地方 星期假日去抄 我还抄了不少步 自己抄经来学习 那么在为了多久呢 我就认识张家大使 这是我们边疆四大活佛之意 那么我不晓得你们应该要懂的 这在历史过程里应该要学习 西藏有两位 前藏是达赖后藏班长 蒙古也有两位 内蒙是张家 外蒙是这部侦探 那么这四个是四兄弟 都是宗喀巴大使的学生 那么所以是世代转世 世代转世 我认识了张家大使 所以我爹学佛的基础 是他老人家给我奠定的 那么我亲近他老人家 这是第一次跟出家人接触 他教我看破方向 就不认了 怎样才能入佛门 他教我这真实 这两句话是秘军 学佛确确实实 到以后你看 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表演过我看的 这个会门也是表演过我看的 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帮助看破 从促发心到如来地 就是这两种方法交互在运用 当时他教我看这个佛书 要我看释迦牟尼佛方志 那这两种东西 唐朝人的著作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专辑 你要学佛 心意要对释迦牟尼佛认识他 了解他 那我们做了之后才想到 这佩服得无提脱地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 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 是教育教 他可以说是一位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 他的身份呢 是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用现在简单的话 他一身是职业教师 像孔子一样职业教师 一身教学 不收学费 有教无类 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也不分宗教 所以你看佛经里面 很多宗教 这个宗教徒 宗教的领导人 宗教的传教师 都是他的学生 他不会劝人家 你改变宗教 没有这个话 他并不反对 你信仰宗教 他也不鼓励你 信仰宗教 那是你个人自己 你到他在那是求智慧 是来求学的 他就是我杀宗教 我认为你 感谢观看